50M双通道平板试波表 4.3寸触摸屏 四位半真有效值 二乘50M带宽 咱们打开看一下 主机 试波器两个碳笔 信号发声器输出夹子 充电线 万用表笔 说明书 上面是试波器两个通道的插孔 然后信号发声器这个插孔 万用表这个四个插孔 这边USB插孔 充电升级都是插到这里的 这有个复位按键在里边的 这个是开关键 咱们开机 选择语言 中文 试波器 信号源 也就是信号发声器 设置 万用表 下面咱们看一下试波器 这个是试波器的一个参数 需要了解的可以看一下 咱们点击进去 这个是两个通道 非别点开 它调节方式是一样的 可以调节一些参数 比如说调节单位的话 你这个选中单位 然后在这边调 看到吧 比如说调这个偶合类型 也是先选中 然后在这边调 这个是系统的时机 这个也是可以调整的 这边是触发设置 触发模式 触发这个上升源 下降源 这个都可以设置 这个图标是 函数信号发声器的指示 这个运行和暂停键 这个电池标志是显示 它内部电池的电量的 这两个横线呢 你看上面是通道1 这个可以动啊 下面是通道2的显示 比如说把通道2关掉 你这边有开关 把它关了 它就通道2就不显示了 就只剩下通道1了 吃饱器的菜单点这个 这是比如说测量 现在是什么都没显示啊 比如说你要测量的话 你点测量 全开 这些东西全开 然后待会测量的话 这些全部都显示 保存光标运算余晖 这个功能挺多啊 这边还有一些 这个是自动键 下面咱们就测个220V吧 咱们设定一下 探测10比1 单位100V 我和类型是AC是对的的 标笔呢 我已经校正过了啊 并且这个档位 已经放到了城市档 或者叫实乘档 咱们放上去 然后点这个自动 波形就出来了 然后50赫兹 电压237V 实际是20毫秒 可以调一下 调成10毫秒 这样看着就更舒服一点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 这个信号发生器啊 信号发生器可以输出 12种波形 这一页是4种波形 再点下一页 又4种 再点 下一页 又4种 一共是12种 调节的话 你看频率复制 占空比都可以调 比如说现在是2000赫兹 把它调成1000 1000 然后确定 这就变成1000了 这是它的参数啊 频率是0到10兆可调的 波形复制0.1到3.3V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 它万用表功能 然后进去 点档位 电压 二级管 封明档 电阻 电容 毫安档 安档 这边是测温度的 比如说测电压 测电压的时候 这边你看四个点呢 分别代表着四个插孔 它告诉你 电压的话 红表笔插上面 也就是 这上也标注有 电压 电阻 二级管档 都用这个 红表笔插进去 黑表笔呢 插这里 下面这两个是电流档上用的 比如说咱们测交流 AC 然后测一下我这的电压 234V 下面咱们测一下电阻吧 然后先欧姆档 先测一个10欧的 10.3欧 再测一个100欧的 100.68 10K的 9.9 再测一个100K的 102 再看一下设置下单里边 语言 亮度 声音 主题 然后 自动关机这个时间 基本上就这些啊 咱们总结一下吧 它就是一个三合一的 双通道示波器啊 带宽呢 是50M 然后万用表呢 是四位半 信号发声器功能呢 可以输出12种函数信号 并且它是触摸屏的 平时我们修这个电源安逆编器啊 包括供放上的 这个是绰绰有余的啊 这个带宽 具体的一些使用事件呢 咱们用到的时候慢慢分享 咱们下期见 拜拜